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仍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它 走吧 走吧 仍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碍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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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急事啊 有急事啊 看看 赶紧说 怎么样 谁啊这是 我表妹啊 干什么呢 我母带家老家的 二十八了 高中毕业 刚离婚 没孩子 我告诉你 这离婚可不怨她呀 她嫁的一个男的 那脾气可不好了 一喝酒就打她 把牙都打掉好几颗了 郑嫂啊 我这辈子 就把大牙抚养成人 让她上大学 就算完事 你拉倒了 你还能打一辈子光归 我这有任务呢 哎呀 你说你 我说老吴 你给你介绍个老婆 你不要 你倒好意思把大牙 往我身上推啊 你一个俩都是带着 看看 你看看 赶紧哪 你路上看看 我等你信啊 这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结婚照了吧 小毛 婚礼咱就别大办了 我想 叫上我哥 我嫂子 还有金一 咱们一块吃顿饭就行了 那可不行 怎么不得摆十桌八桌的 我也不能让你 那么美趣嫁给我呀 我不在乎这些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只要有你 我就够了 这是世界上 最好看的新娘的 大牙 你可别饿瘦了 这要饿瘦了 你爸回来该心疼了 赵珊珊 嗯 我爸是和李平阿姨离婚了吗 你爸跟你阿姨关系好着呢 他们怎么会离婚呢 你骗了我了爸 快别快还给我 我平了我你 就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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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人呢你 赶紧吃饭 喂 喂我是 什么 我天亮受伤了 那还不赶你送医院 请我马上过来 咋的了 我天亮受伤了 而且伤都不轻 那你快去吧 好嘞 哎 棒子 哎呀 抹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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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去 来听神的话啊 不去咱不去 我要看我妈 我要看我妈 你看 你别哭了 我想我咱的这人永远都没哭了 你看我全家给你 你别哭了 我要看我爸 吴处长要是不救你 你这小命也就完了 他也不会伤成这样 处长 他这命算保住 他这条腿 废了 处长 处长 你当天就差了那么一步 就一步 我要是跑得快点就没事了 你说你这腿 为了我 好了 不说了 你小子可真够走运 幸亏就伤了一条腿 要是要了我的命 看我们家大爷那儿饶了你 回去吧 整个你的事了 到屋里盯着点 要是有我的信赶紧送来别耽误 你抱歧 行行行 赶紧回去工作吧 好 注意安全啊 走吧 老婆 我跟你说一句不爱听的话 说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知道你要说这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不都赶上了吧 你要是在现场 那有可能躺在这儿的就是你 我现在发出的是要在这儿躺撒月 真受不了啊 你说我们家大压怎么办 你说你这个态度啊 有伤就得好好养 别再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啊 大压你就放心吧 这下可便宜我老婆了 一儿一女全齐了 老婆 脸平 来了 快来来来 快进来 金音在吗 你没回东北去 没有 台呀 出去旅游了 已经去了两天了 去旅游了 去哪了 我还以为你回东北 他跟着你一起去了呢 李萍啊 你和英子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 老老 我们俩怎么会吵架 我也是说的 你两个人吵个啥架呢 三十三号 到 有人来看你 还是个女的 快请她进来吧 哎哟 靳英啊 别动别动 听护士跟大夫的 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啊 你怎么来了 我这次啊是赶抢了 我呢 是来给大家送邮票的 结果没想到 赶上你住院还生病了 这次可得我来照顾你了吧 来 你快坐 你不信呢 我真的是给大家送邮票的 不信我给你看看 来 我呢 提前呀 把这些邮票全都分类了 你看 有航天邮票 这一侧是 这一侧呢 是动物邮票 这一侧最好看 是花卉邮票 你看看 荷花 出于泥而不染 后面呢 还有金句脸谱和小行章 不是 谢谢 你看看 你不懂邮票吧 我以前也不懂 最近才开始学的 这一学呀 可不得了了 这里面学问大了 你知道这中国的 第一套邮票 叫什么邮票吗 叫大龙邮票 这邮票呢 还有一个别名 叫什么你知道吗 不 谢谢 国家的名片呀 你说这名字起得多好啊 国家的名片 我现在呢 是越来越喜欢集邮了 你放心 我跟大鸭呀 准宝能聊到一起 肯定有共同语言 肯定处得好 好 好 谢谢 让你别说话 你就别说话 你说躺在病床上 你在啰里巴缩的 那多烦人呀 我就说一句 行不行 行 那你就说一句 这样说多了 我可就让大夫 把你嘴缝上了啊 这住在医院 缝个嘴不可容易 你说你的 我呢 去护士和大夫那儿看看 有什么需要家属配合的 我保识配合的好 进进了 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了 你怎么不说了 你说你的呀 反正我也听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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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大鸭 你是大鸭 我没认错吧 你是谁呀 我呀 你以后叫我金燕阿姨就行了 我去过你们家 不巧你住在学校 所以咱们俩没碰上 可我看过你的照片 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您是郑嫂吧 我去看李平的时候 透过窗子看见过您 知道你是大鸭的邻居 你是李平那娘家人吧 我们俩原来是一个厂的 卷音厂 大鸭 阿姨给你带来好多 好看的邮票 走 我带你去看看 保证你行吗 让我一会儿多说一下 看谁来了 爸爸 大鸭 你怎么来了 爸 你腿怎么了 爸爸的腿出了点小问题 没事的 你可想死爸爸了 你想不想爸爸 我当然想了 我特别特别的想 想这也呢 郑嫂 老吴 我正纳闷呢 说这大鸭怎么会来的呢 这不我在走廊上碰着静姑娘了 老吴 你说你啊 咋不小心点呢 这多早岁啊 没事 大夫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大鸭 别缠着爸爸 让他好好休息 阿姨呢 带你看邮票好不好 来 在这儿呢 拿着 慢点 没事呗 小静呢 这一次好迟到 我就李平那娘家属 快去怀疑室 去怀疑报告 来了来了 许完了给谁啊 交给许大夫就行了 谢谢你啊 灵灵 这咋个事啊 这 他想成你家属呢 疼我哪知道 拉倒了啊 怪不得看不上我表妹 闹了半天这个当中 你这就哪跟哪儿的事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法跟你解释 这可是大城市来的啊 行了行了 你别叨叨了 小萍回来了 小猫给我爸买的酒 又搅了花钱了 这往后啊 你们用钱的地儿 多这儿呢 别这么乱花钱 对了小萍 你那房子收拾出来了吗 用不用妈去帮帮帮 不用 我哥跟我嫂子总去 都收拾出来了 那房子 别看是旧房子 收拾出来还真挺漂亮 好 对了 我和小猫离这儿呢 明晚好 也好 阿几川 你送我手 我 early 那我们rog 这个来 跟 antibiotics 就用移一奖 证書 那父母 爸 喂 茶缸又漏了 漏了 漏了好多回了 补补还能用 还不都是你给摔的 别补了 回头再买个新的吧 不用 这只挺好事的 你们都长大了 我本来不想操心 可是有时候 又不得不操心啊 有时候 气不算了 打又不能打 我就拿这只杯子 出出气 其实茶缸 为了打工啊 你们小爱多少打呀 以后您就不用摔茶缸了 我和我哥我姐 都再不用您和我妈操心 我咋也留着 留着他 留着他 是个年轻啊 这上面的每一个路 都是你们惹的 每摔一次 每摔一次 你们就找高一姐 摔一次我和你妈 就老几岁呀 你这么说 我听了都难说 行了 行了 你还一苦四甜 小平跟小毛 领了结婚证 好 来 来 来 平啊 你可是再婚了 这次又找了一个比你小这么多的 不怕人家笑话呀 怕什么 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这什么 这个婚礼呀 咱们不办了 你看 这楼上 住着这么多 最年少的人 你说 请谁不请谁 多麻烦了 听您的 婚礼就不办了 进行 怎么了 想接手啊 你去叫一下护士 小手还是大手啊 叫护士 护士也是女的又不是男的 那也得叫 她是护士 那我还是家属呢 进行 我求求你了 你别那么为难我了好吗 你赶紧回去 这儿的大夫和护士 把我照顾的都不错 你就放心吧 护士照顾得再好 能有家属照顾得好吗 再说 我跟大鸭都约好了 要去家里看邮票 你不出院并不好 我怎么去啊 怎么也得等你出院了再说吧 大鸭现在越来越懂事 我和李平离婚的事 出了院我就告诉她 我相信她一定能理解的 这个你也放心 你早就该跟孩子说了 省着她整天总问我李平的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靳英 李平可能没告诉你 我受过重伤 你明白吗 我不能再有孩子了 所以任何女人跟我结婚 她都会不信 这件事 李平跟我说过 我知道 可我想 咱不是有大鸭吗 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说心里话 我一见到大鸭我就喜欢她 我从心底里往外喜欢 我相信大鸭也会慢慢喜欢我的 我觉得 我们娘俩挺有缘分的 你真是一个好姑娘 靳英 你也这样 我又觉得 我怕我给不了你幸福 你不明白 我就是为了要找自己的幸福 才跑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在你面前装什么美大 做什么牺牲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要的幸福 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不多聊会儿啊 靳英不在家 她姥姥说她去旅游了 去旅游了 帮我给拿一串纸喝 真希望靳英能祝福我们 这么多年了 我们俩亲如姐妹 说真话 我跟靳英之间的感情 比跟李兰还深呢 你看 我把那俩照片 像这个花里吧 像个大海星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这样 我自己来 舒服 谢谢 来 天梁 有一件事 我一直憋在心里没告诉你 我要是跟你说了 你别太吃惊 你说 李平 他已经结婚了 谁啊 王小猫 你 不是李平跟我说的 是他姐姐李兰告诉我的 在来之前 我在食堂碰到李兰 他跟我说 李平跟王小猫正准备婚礼呢 然后也一直没有租到房子 还是 你拼那哥哥林月儿 借了一个阁楼给他们当的新房 我之所以来这儿 一是想来看看你 二是想脱避李平跟王小猫的婚礼 你说 你说 我在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是去还是不去 要说 我跟李平从小长大 情如姐妹 我应该去祝福她的 可是 这转来转去的 又给转回去了 转来转去 又转回去了 你不知道吧 李平原来在烟盒里边放的那个纸条 那盒烟是让王小猫拿着的 他拿到那盒烟以后说 他借了 其实他是不舍得抽 就给了我 所以我才拿到那张纸条 你说有意思吗 本该就是属于王小猫的 真的吗 靳英 李平一直在追求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只要她觉得幸福 我就会祝福她 我也会祝福她的 谢谢 也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我一下 一切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 来到了三三九舰艇的甲板上 海浪轻轻胎打着船舰 舰艇指出了军港 乘风破浪驶向了大海 在美妙的歌声中 原海军战士 王小毛和他的新娘子李萍的婚礼正式开始了 下面由新郎王小毛同志宣布他的爱情誓言 能取李萍为妻是我一直的梦想 今天有幸让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用自己的一生去关心李萍同志 爱护李萍同志 呵护李萍同志 并以让李萍同志幸福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 这是我们俩 我们俩有这么老吗 这是我们老了的时候啊 我知道你喜欢大海 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啊 你这住海边呢 每天可以迎着朝阳 迎着晚霞 迎着海风 每天都可以出海 没能给你一个真正海上的婚礼 你不会怪我吧 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非常非常非常满意 谢谢你小毛 谁啊 谁啊 可能是我哥跟我嫂子来了 谁啊 二位是新来的吧 您是 我是收水电费的 您这月是五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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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急 缺人哪 不缺 通知开会的都到了 不缺吴天亮吗 吴书长住院就遇到通知他来开会 看我的梦子 现在身体怎么样 大夫说恢复得不错 而且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但是恢复的时间要长一点 可能要在医院住少三个月吧 我们还要给他奖励 你转告他 让他安心养伤 伤不好绝对不能出院 好的 李书记 吴天亮这两天 他遇到一个事挺头疼的 什么事啊 是这样 原来李平有一个女同事 跟李平关系一直非常好 算是小姐妹吧 吴天亮见过几次面 还到过咱们这儿来 吴天亮跟李平离婚之后吧 他看你的啰嗦 来了个姑娘不就完了 他来干什么 他要跟吴天亮结婚 哦 还有这事 但是 吴天亮死活不同意 烧的 烧包 吴天亮的小子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咱们哪 赶紧开会 三会以后 你们几个跟我去医院 来 吃块苹果 金 你真别忙活啊 我吃一块水果对身体 我不爱吃水果 吴天亮啊 老夫妻啊 李书记 你和老郑 都来了 别动了 别太高兴了 怎么了 我们单位成员来这儿 不是看你的 是看这位姑娘来的 啊 李书记您快请坐 您 您坐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静英 没问你 你打什么场 听说你从大城市来这儿 就是要嫁给吴天亮的 嗯 他这躺在病床上 吊着腿 前面结过两次婚 还有一个女儿 你还愿意跟她结婚 这些我都知道 吴天亮 你听听 你小子这么这么有福气啊 呵呵 静英姑娘 我代表我们工程局所有员工 郑重向你做出如下保障 第一 一切调送手续 都由我们负责 为你办理 第二 我们工程局所有部门 全部向你开放绿灯 第三 你来以后 在我们工程局范围内 工作随你挑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这个 我们也是有活教训的 是吧 对 像李平 人家来了快两年了 也没给安排工作 说不过去啊 啊 静英姑娘 你看你 还有什么要求 不是李书记 您还没问我答应不答应呢 那你就答应啊 还等什么 现在就答应 我 这么好的姑娘 从大城市跑来要嫁给你 你还推三推四的 啊 伤人家姑娘的心 你还算个男人吗 还是我带的兵吗 早知道这样 当年我就不该把你接到部队来 不 李书记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静英的确是个好姑娘 可正因为静英是个好姑娘 咱得为人家着想 得对人家负责不是吗 男人是得有责任感 你想对他负责 是吧 嗯 这不就完了吗 不结婚怎么负责啊 只有结了婚 你才能负好这个责啊 结了婚 把他娶回家 你多关心他 多呵护他 尽心尽力的 去爱他 这才是认真负责啊 你不结婚 和他没有关系 你还怎么对他负责啊 怎么能对他负责啊 你们大家说说 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对 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你看看你看看 大家伙都赞同我 都赞同我的意见 今天啊 咱们就是一个党委扩大会 现在是 八票赞成通过 你这一票不断涨 也没用了 不过啊 意见可以保留 啊 我就代表组织 做主了 不用等出院 就在这病房里 结婚 不过金英姑娘 虽然你是练习 但是你这一票 具有否决权 是最关键的一票 你同意不同意啊 我 好 那就这样定了 好 好 周星啊 到 婚礼交给你来操作 我来主持 咱们哪 就在这病房里 举行一个别开生命的婚礼 李书记 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行不行 说 以前我已经伤害过一个女人 以后 我真的不想再伤害别人 我也不想被别人伤害 您就饶了我吧 吴天亮啊吴天亮 那我也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活 才算有意义 有价值 说白了 干点正事 爱好一个女人 这辈子 才好有所交代 所谓成家立业 立业成家 懂吗 你家都成不了 就这事业干得再好 也这还缺一半 要是那样 你说你对得起谁 别说对不起祖国和人民 就是生你养你的父母 你都对不起啊 好 季晴姑娘 吴天亮 是我借来的兵 我对他 和对别人不一样 这以后啊 我喝就把吴天亮 交给你了 就等着喝你的洗酒了 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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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啊 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我还是去吃饭啊 上场圆麦菜 今天有一封工程局的信 去到我们公司去 工程局的信啊 这是基因的笔记啊 是基因寄来的信 我拆开看看 是基因和吴天亮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他 今天不是旅游去了吗 怎么贴着喜字啊 他们俩不会是结婚了吧 有可能吧 静音一直都挺喜欢吴天亮的 他第一次见吴天亮 就说他好了 快看看信上写什么了 没有信 静音怎么那么粗心啊 光记照片没记信 是 他不是粗心 他是不想洗 一个字都不想洗 就想告诉我们 他和吴天亮结婚了 就是在医院吧 吴天亮又浮上了 吴天亮又浮上了 不管有静音在照顾他 应该不会有事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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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 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欠参谋长的 那个时候总局来调查日记的事 我承认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但我那是急于证明自己是真诚的 证明自己对您的感情是纯洁的 可我就完全忽略了参谋长的感受 忽略了这件事对他有多大的伤害 想想那时候我怎么那么自私 可他却包容了所有的一切 跟他相比我是有爱 但他拥有的却是胸怀 其实这种自责我也有 而且很强烈 在离婚的事情上 我承认 我是自私的 可是人生在世 不就是得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这没有错啊 你看 现在咱们俩相爱了 咱们在一起了 吴天亮和金英在一起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也许吧 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 不是也许是肯定 我从心里希望 吴天亮和金英能过得幸福 来 我给金英写封回心 把咱们对他们的祝福告诉他们 嗯 嗯 Zither Harp 只因为爱你我才接受 爱的思念写在山峰的尽头 从此刻以后为谁停留 春天的花瓣 沉点点的秋 清风烧去 那些无声的问候 也许寂寞 也许一处自由 过去就过去 别问伤口 谁知道 还有多久 炙热的灵魂 不怕完整拼藏 谁知道 痛有多久 情敌的守候 因为 爱就足够 我知道 爱有多久 仅有的温存 情变 全部都 脏 雨霆来的信 不管单是给你的 我去安置办问过了 户口是落下来了 可是他们不给安排工作 都怪我没本事 你要当爸爸了 反正我就是想要这个孩子 他比我的命还宝贵 你不会有事的 连孩子都不会有事的 妈妈看清阿姨